今天我要分享 我跟影師相處的過程 就是有一次 我要抱人家家家家家家 結果我在第一篇的時候 我看來唱蠟筆Т Внамú尼 它還有一段一段的聲度在噎噹 你們知道 差不多2秒的時間 我從它腳底拉到我的肚子 這個時候我想說 這XX是糖嗎 我應該要這樣 我應該怎麼辦勒 我是要把他扣起來 還是要繼續帶出 我的頭部裡面 靈心跑點跑跑跑跑跑跑跑 我想想的 我肯定把他全處 因為殷屍的傳播性改強 我又沒把他處理 他真的把我當作弄不掉 太過可憐了 什麼處哪會有糖 我跟你說 殷屍的傳播途徑分兩種 一個就是透過信心的傳播 通常你黑黑的時候 會摩擦取暖嘛 這個時候你的重重 在外面有一半的辛苦 八個你的辛苦 一般的總控 兩的人都會有糖 所以這家職位治療 共犯難 今天我要分享我和殷屍小組的過程 就是有一次 我想把他當作弄好 結果我跟他在第一篇時 我看來 我的手工辣妥不少 他有一個聖路在那裡 你們知道 差不多兩秒的時間 我從他腳底下到我的頭部 這時候我想說 XX是糖嗎 我應該要怎樣 有應該怎麼辦 為什麼吶 我是要把他丟棄起來 還是要繼續帶出 我的頭部裡面 靈心跑點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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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的 我肯定把他承除 因此的傳播性改強 我也沒幫他處理 他真的把他當作弄不下去 太過可憐了 我當時已經去夾肉皮了 不過我也是要強中正去安撫我的人家 我跟她說 姐姐 我跟你說一件事喔 你不要害怕 你的私密處現在有蟲 好 她聽到就剃一個就跳起來了 我快把她抬回去 她不要亂動 因為我怕那個蟲蟲會流下來 她就很緊張地問我說 蛤 我怎麼會有蟲 對 她問到一個重點嘛 私密處怎麼會有蟲 我跟妳說 隱私的傳播途徑分兩種 一個就是透過信息的傳播 通常你黑黑的時候 會摩擦取暖嘛 這個時候那個蟲蟲 在外面有一半的辛苦 八到你的辛苦 那一般的總控 兩的人都會有疼 所以這要作為治療 說不難 第二 更有你住在更垃圾的飯店 有間接接觸到把人用過的 毛巾 浴巾 床單 像東南亞地區衛生條件比較不好的國家 他們就比較常有這個問題 但又在台灣 從從今天就少見耶 連婦產科醫師都告訴我 差不多半年 才會突出一個有隱私的人客 治療隱私也很簡單耶 先去看醫生 我跟私密處的毛髮專 不然你等到 而且兩的人都要一起治療 因為隱私的傳播你很強耶 打過就對了喔 我再提醒一下 你如果有蟲蟲 不要去看婦產科 不要去看皮膚科 請去看感染科